一個APP出來 其實我覺得 老是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我剛剛講的Google map景點 或者你可以搜尋什麼樣的關鍵字 找到之後的話呢 這邊都會 你利用那個什麼 這邊有評分 四顆星的 然後會列出來 我剛剛就列出來之後 找到景點 然後點下去按右鍵 就會有一個什麼 按右鍵這邊就有這裡 這是哪裡啊 這邊有個經緯 反正就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一個兩個三個 大概就 做幾個嘛 我發現好像還蠻快的 所以我很快的就可以把這個地方做完 然後 比如說我要跟 也可以把它裝在手機裡面 那給 比如說給朋友分享的話 那這個地方 就可以直接從這邊切 假設我這邊切 特別注意 你會發現他這個AUTO的話縮放 都還蠻OK 不過我發現 如果我們直接從Dreamweaver 去執行到Chrome好像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直接怎樣 這樣拖拉過來放開 好像就沒有問題 而且跑得還蠻順的 比在預覽的 這個 裡面還要來順很多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假設我點這個 馬上出來 有沒有 而且這邊還有個旗子 所以這個旗子 你去找那個 只要找旗子 然後背景要透明的 不然的話看起來怪怪的 背景透明的 所以背景透明大概都 GIF檔 或者是 PNG檔 然後放個旗子吧 反正你就Google旗子 裡面應該很多啦 縮放一下 大小大概應該 大概像素大概20x20 或者30x30 不然的話你自己用Photoshop做一下也OK 然後放上去之後的話 甚至還可以怎樣 點擊它 它這邊還會出現 大家在這裡集合 這個怎麼做的 如果有興趣同學 我剛剛有把它貼上去 貼在哪裡 貼在這裡 碰觸地標的時候 的程式在這裡 你只要把這一段程式 放在 這個的下面 這個分號的下面 貼上 它就會當這個Maker 被點擊的時候 跳出一個什麼 大家在這裡集合 的一個訊息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把那個 再加上去 他就是 點擊它 它就有這個效果出來 然後回到首頁 OK 而且你會發現 像我現在已經放到這麼大了 它其實還蠻流暢的 所以 但是如果把它縮小 它也還是馬上可以縮小 而且應該沒有問題 而且蠻清楚的 如果使用者收到的話 它可以用手放大 有沒有 可以縮小 可以變地圖 可以變衛星 這邊有地形圖 都可以切來切去 它如果要 飛下去 一樣可以 接近 所以基本上這樣的應用 我覺得已經還蠻夠的 而且這個地方用在旅遊業上面 應該是還蠻OK 而且你說做一個這樣的App 花不了多少時間 但是 我不知道 Fone Gap 你們再找找看 Fone Gap 早期是有資源 對外連結 可是 現在 我還是不是很清楚 它到底有沒有一些 如果繳了錢之後 是不是就對外連結可以的話 還是說有沒有其他的 因為我 好像也沒有找到更好的方案 變成說你要自己打包 如果你沒有打包 那變成你就 沒辦法對外連結 像Google地圖也是外部連結 就會有問題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看看同學如果有 有沒有 像有沒有比較熱心的同學 看看有沒有找一些更好的方案 如果沒有 那就只能用 像類似WebView的方式來做了 那WebView的話 變成說你要包在原生的 開發工具裡面 然後呢 原生開發工具裡面 去呼叫它 繡在那個WebView上面 那其實看起來 用起來其實不太會有感覺 只是說你把它載到裡面去而已 那也就是你把它當成是一個畫面 那你要 用原生的方式 強的原生的方式 如果你要用那個網頁 秀很多資料 你再跳這個出來就好 兩邊是可以互相 不一定說只能用 一個一個方式 你可以多個方式多管齊下 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還蠻快的 我剛剛是用這個方法 找到之後 一個一個就可以把它 整個都把這些結果 統統都把它 集中在一起 你可以整個掃 整個都把它 複製貼過去 其實可以做很多 你會發現那個Google地圖很多東西 弄弄弄弄弄 馬上可以有一個 比較集中的一個結果出來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試試看好了 把這個地方 Google map部分應用 現在做出來好了 那其他的話 有關那個 如何用原生的方式包 包在裡面 這個可能 難度會比較高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是我 我用 我放在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是 這個Eclipse裡面 這模擬器 那其實我怎麼包的 其實很簡單 你就建一個 我這邊叫FoneGave底線 WaveView的一個專案 反正你就是 新建一個專案 這個我想你有學過 應該沒問題 就是如果學過的同學 那沒有學過的話 應該看 或者看我之前影片 這個難度有點高 裡面的話 比較重要的就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的那個View 就是你的畫面部分的話 在Layout裡面 我就是放一個什麼 放WaveView 這個WaveView拖拉過來 它是放在 我記得好像是什麼 在是不是在哪一個呢 在Compersize裡面 這邊有一個WaveView 你就把這個WaveView 怎麼樣 把它拖拉到你的那個 版型裡面 那用那個Lineal 或者是用 Relative都可以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把它大小用到最大 放在最大 然後 這個的名稱的話 我叫做WaveView1 WaveView1 然後這個是畫面 畫面就這樣這麼簡單 第二個的話 程式 程式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幾行 我看一下比較重要的 一樣嘛 邏輯 我們一樣是宣告 宣告WaveView 它的那個 名稱 我們叫 買 我們宣告 兩個東西 一個是 WebView 叫 My Browser 另外的話 必須要做一些設定 所以叫 WebSetting WebSetting 名稱也是叫 WebSetting 然後這個是 宣告 再連結 連結的話 就是把那個 畫面上面的 WebView 把它連結過來 然後呢 去取得它的setting 有點像是我要設定 要設定什麼東西呢 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去setting 一個叫set JavaScript Able 等於True 因為你這個地方如果沒有設定 JavaScript為True的話 預設是False 那 後面的東西全部都不會出現 為什麼 因為我們裡面很多都是 用JavaScript寫出來的 對不對 其實就是在手機上面幫你建一個瀏覽器 一樣的道理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建一個Client 然後再 其他 這把這個 LowUIL 把這個UIL File 冒號 路徑 三條線 Android裡面的 assets 我放一個資料夾叫做 Triple W 裡面的話呢 放一個網頁 叫做index 意思就是說 我放在哪裡呢 實際上 就是放在這個專案裡面的 有個資料夾 叫做assets 這個 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有外部的資料 通通都可以放在這裡 那我這個網站 我叫做Triple W 原來預設裡面是空的 我是把它從那個 我的這個裡面 全選 拖拉過來 放到Triple W裡面把它放開 反正這些東西 拖拉過來 放在Triple W裡面 那裡面有一個叫index 將來呢 我就去 當我這個view 打開的時候 就順便把index打開 那基本上看到的結果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這個東西嘛 所以呢我把它執行起來 基本上就長得像 其實說真的 這個東西 就OK了 就是 你要 開瀏覽器 外部連結 反正你只要做得到了 通通沒有問題了 而且你要上架 以前你用Fonegap上架 你要先繳 保護費 要先繳一些錢 用這個方法 上架也沒問題了 所以 兩邊就串連在一起 很簡單 點擊下去 那誰看得出來 而且其實因為 模擬器 動作還比較慢 我在手機上看 一點感覺都沒有 完全就很順 所以 這等同就是說 讓那個兩邊就連結在一起 沒什麼問題 應該如果有學過 像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這邊有滿分的 你可以 請他幫忙那個 要不然 你會幫忙再 打包一下 我等一下那個Source 就可以把它貼上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自己把它複製貼上 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部分 你還是需要具備有 原生的 開發能力 但是不用太多 大概只要基礎的 大概學兩三次課的同學 應該 都會吧 前面我們都講過 先建個View 然後再 再寫一點簡單的程式 就可以了 再來關鍵就是說 外部的資料 一定要放在 Assets那個資料夾裡面 連接的到 就OK了 OK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這個 看起來沒什麼 不過這也試了很久 這東西的話 也很花時間的 而且網路上 你Google一下 好像也 比較少 而且幾乎沒有人提到 這些東西 把它串連在一起 即便有 好像也都是 簡體字的比較多 繁體字的真的好少 以前都是繁體字 現在 都變成簡體字了 可能是 我覺得 台灣的小確信太多了 現在 很多那個 我記得 很久以前我在學 城市的時候 有很多的那種 很厲害的高 高手跟大師 都很樂於 去分享一些東西 可是這些 高手跟大師 好像都移民了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 我認識的 好像也是移民澳洲 有一個移民加拿大了 奇怪 這些人 好像都 慢慢遠離 就很少 有那種 典型人物 可以幫忙做一點事情 所以我的東西 其實蠻容易找得到的 可能是因為 叫做 鼠中無大將 所以 也是 所以 我是覺得 你們也不要吝嗇 可以 互相 因為你們 每個人做一點 每個人做一點 其實就很輕鬆 那如果我一個人做 你會發現 我這全部都要自己 測試過 你光看 看到了 看到了 裡面都花多少時間 有做過了就知道 每天都要弄一點 弄一點 有時候我老婆說 你幹嘛一直 黏在那個椅子上面 都不動 黏很久 怎麼還不動 你在幹嘛 對不對 實際上沒幹嘛 就只有 做一點事情 就要花很多時間 但是很有趣 因為這部分 就有原創性 而且 你們以後 把這些東西 融繪 在裡面 很快就可以 產出很多的App OK 這裡的話 等一下 我看 再把那個 畫面或者什麼的 再提供給各位 反正大概就是這些 弄出來 應該沒問題 不過有一個問題 可能待解決 沒事 沒辦法 設一個 就是 加入一個叫 Internet 那 Fone Gap 那個部分 它其實 你把它 打開來看 它其實也是 可能把 Internet 這功能關掉 但是如果你有辦法 把它破解 讓它Internet 功能打開的話 其實應該也沒有問題 我在 因為它是外部 的 網路連結的部分 有問題 OK 所以 不然的話 我等一下 把這個WebView的那個 專案 把它 壓縮好了 你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匯錄好了 其實沒什麼 反正就是這樣子 OK 然後我是有一個問題 我的有個問題就是說 可能你們回去 有同學可以試一下 我還沒試出完 這個邊框 我找了很多地方 還是沒辦法關掉 它會有個黑色的外框在那裡 你們可以找找看 畫部的那個 畫部的那個 我找到了 畫部的那個 層次程式 好像在那個 什麼 SetContentView上面 用 Windows的 Gate的那個方式 可以把它整個 不然你再有時候再分享一下 我把那個 試試看好了 因為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那個 原生的方式 我看到時候我再把它 把它壓縮一下